咱们做的是叫珠宝香鸭 叫珠宝香鸭 梁大哥说 他要制作的珠宝香鸭 灵感来源于八宝鸭 接下来他会怎样处理猪仔螺呢 咱们现在就得把这个 珠宝螺的肉取出来 取螺肉是吧 对对对 这个螺呀 我真是对它情有独钟了 油了得有两个多小时 把这些螺捡过来 实属不易 刺在嘴里你就感受到它的鲜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螺肉咱怎么拿出来 你看它是这样子没办法取的 咱不能直接用牙签把它挑出来 不能这个挑不出来 因为它那个缝太挤了 牙签是塞不进去的 如何完整地取出螺肉 成为了新难题 梁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呢 弄点力 看吧 这样整个螺肉就取出来了 就这样敲就行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螺肉 试一下啊 对 你往下一点 对 对 敲它一圈 好 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刚敲好的 是吧 现在呢我们只要一抓 这个螺肉就出来了 对吧 对 这个苦胆是不要的 对对对 那个是不要 把这个再一抓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好的一个螺肉 这种取螺肉方式既简单又有效 接下来梁大哥会如何将螺肉与鸭子组合烹饪呢 蒜头炒锅去腥 香菇增鲜 螺肉紧随其后 下锅炒至六成熟 这个炒烤锅的香味真的挺香的啊 还不是最香的时候 把这个酒搭一点 融入以后 酒一下就不一样了啊 对 闻这个味太香了啊 来一个 来一个 可以 来 小心它 怎么样 鲜吧 鲜啊 对 我觉得不放鸭子里 这自己也是一个菜啊 那不一样啊 如果放到鸭子里 再把鸭的香跟这个融合在一起 它的口感会更好 哇 那简直太赞了 那我就往里边塞 好 弄一个大杂烩啊 对对对 鸭子既是食材也是容器 用钢针封口 哎呦 蒸出来肯定是超级美味啊 来吧 上锅正 蒸制前 加入几片沉香木增加香气 蒸好的鸭肉 金灿灿的外表 诱人食欲 现在要给它鸭子上色 现在咱们就要用咱们的土蜂蜜 感觉抹上去之后 这个鸭子的颜色特别发亮啊 光泽立刻就出来了啊 对 鸭子表皮涂好蜂蜜后 还需要经过热油的洗礼 才能算是完成上骰步骤 经过热油反复淋烫 鸭子外皮变得焦香红润 这一过有感觉这个鸭皮 瞬间就紧实了啊 对对对 烹好的珠宝香鸭 终于迎来了众人品尝的高光时刻 滋滋爆油哦 我的天哪 我撕下这里边这个锣 这个锣肉 可以吧 太香了 海鲜的味道 特别浓郁 而且就是配合这个鸭子的 这个香味简直就是绝配 即使是礁石上不起眼的 小海鲜猪仔螺 经过巧手精心烹饪 也可以呈现出不平凡的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